双气血的点尾究竟有多么的可怕 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 他强认他强 东皇家张良 大家好我是豆豆 提到点尾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会想到风格 是因为他太疯狂了吗 今天我们来玩点不一样的点尾 我称双气血点尾 我这一局比赛拿了三十多个人头 这一局的出招和名闻都会留在视频最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实战 首先我们来到了上路 对面的狂铁已经被我打跑 但是江子牙又跑了过来 果断一个二技能加上一技能 打掉他的半关血 随后狂铁追了过来 我们避让 同时要后追江子牙 一个二技能加上普通攻击 拿下第一滴血之后 狂铁过来追我 我们让一让 等待一技能的CD 随后开启疯狗模式 回头打他 二一技能开启弱化 此时狂铁就打不掉我的血了 随后我们再对着他 来一个二技能 瞬间拿到了一百五十金币 回那套家 捕完血之后 我们再次来到上路 看见狂铁果断一个大招上去 此时我们的伤害 那是非常的高 对付他 只需一个二一技能 就能把他送回家 就在这时候 对面的打野突然赶爆 而此时的我又没有技能 得有技能了 我们瞬间回头 二技能大脚踹地 一技能踢他耳朵 用我们的键盘砸住他的脸 想回他 我们瞬间一脚 送他坐上了飞机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 麻烦点个赞 最好连观众一起点了 谢谢 右上角一撇 此时的比赛已经来到了六分半 我的战绩都是一 此时我来到了下路 看见了蔡文基 果断一个大招上去 他开启了大招也没用 直接就被我们带回了家 随后我们一头扎进了塔利 开启弱化 对着射手踹了一脚 直接二连击破 随后我们又看见了江子牙 开启一技能 一刀上去直接消掉了他的饭管血 伤害那是非常的哇塞 接着对面的药杆到 他想拦住我 可是他没有这个资格 被我一刀带走 此时 塔利的江子牙又想出来又不敢出来 看我走了 他才敢出来 于是我就用他上套 出来之后 无视防御塔 踹一脚 一斧子拿下 这一步我们直接干掉了敌方的四个人头 接着我们就对对面的红buff起了歹心 拿下他 而旁边的狂铁想上又不敢上 还好红buff没被他抢到 我们直接破他大招 三两刀把他送回家之后 拍着一技能 我们直接闯入中路防御塔 一脚踹下药 一个破头攻击 我们直接二连击破 瞬间秒杀 这一步过后 敌方就聚集在了中路的防御塔 我在旁边观望 此时 我看对面的人员都已经出来 果断一技能上去 二技能踹地 鱼鸡被顺杀 回头两刀又结束蔡文鸡的生命 接着 就是对面的江子牙 我们开着一技能闯进防御塔 一刀 就让他直接坐了飞机 瞬间 我们又拿了一个三连角色 此时 狂铁又已经出来 我们直接大招上去 一刀 他现在只值60斤币了 接着 我方的人员再一次发起了团战 我大招冲入敌方阵型 两下普通攻击 拿下敌方射手 随后 开着一技能逃出防御塔 此时的我们马上就要神捉 脑子一热 开着一技能 又冲进了敌方的防御塔 我想对面只剩下了两个人 我只需要一个大招上去 菜地 再来一个圈斧 就能拿下二连击破 时间来到16分钟 不知怎么的 对面的人员起来了 反过来攻击我们了 此时我又一个大招 冲入了敌方的阵型 一个圈斧拿下防御塔 对着太文鸡 两颗普通攻击 小子牙小闪现 也没能逃得过我的斧头 鱼鸡被我一个技能顺杀 此时我们终于拿到了一个四连抽凡 接着我们直接大摇大摆的走进敌方的高地 瞄准对面的脆皮 无视对面的防御塔 把法师鱼鸡通通带回家 又一个三连爵士 那么这一局比赛就大局已定了 下面我就公布一下这一局比赛的名文和出桌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